来了 来了 哥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我就不能来 干嘛呀 干嘛呀 哥 你这是干嘛呀 我不就过来看看嫂子吗 听说嫂子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 我就过来看看 是长得像你呢 还是长得像她 这些好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家 麻烦你以后离我们家远点 哥 干嘛呢 我又没有干什么 你这不是第一次当爹吗 肯定手忙脚乱的 我是女匿数 当然得给你分担分担呀 你说对不对 有你的公子 干嘛 干什么呀这是 你怎么又来了你这是啊 阿姨 您误会了 我就过来看一下嫂子和孩子 我 对了 为了工作考虑呢 我现在已经搬到咱们小区来了 以后咱们就是邻居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一定要做好邻居 是吗 那阿姨 那阿姨 有空记得过来看看我 哎 哥 我就住在对面 我在四楼 你要有空 记得过来看我啊 拜拜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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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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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阿姨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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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睡了 睡了 来 一天了 吃一口 我现在哪咽了下去 妈 您倒是厚的药 您给我 给我来点厚的药的 咬多少我吃多少 我吃就得了我 我的傻根 你说我可怎么办 妈可是一点招都没了 我怎么到今天这种地步了 你说人大没吐我什么呀 人一诚实来 还给我生个大儿子 我怎么就干出这么一件事了呀 儿子 别哭了 可我没用啊 要不 我看这事啊 暂就跟大梅说了哥了 看大梅怎么处置你 反正 身头是一道 缩头也是一道 这要靠大梅 对她那脾气 那性子 又刚生完孩子 妈 这要起初好歹来 我不是更对不起人家了 可你没听过孩子说 兰兰说了 时不时的 给你来个突然袭击 那怎么成了 那怎么受得了啊 妈 您帮儿子一把不在 最后再帮儿子一把 咱娘俩把这事给她忙过去 真的 能忙多久 咱忙多久行吗 瞒不住了 这是哪能瞒得住啊 你也别着急 咱再想想法子行不行 咱再想想 我明天我就写辞职信 这班我不上了 咱搬走 越来越好 找一个这兰兰找不着咱的地方 咱走吧咱们 这哪成啊 咱跟大梅怎么交代 怎么说呀 我那么不懂事啊 小点事 小点事 一步окden事 一大堆不住手 这是几天 years 都是你楼子纠油 让今日 Sir你是 recess 对 可能你虽然 shark 请阿姨呢我不犯罪 当然这阿姨来了啊 她也就只能给我瘦瘦瘦子 我儿子这尿布铁我洗 我得亲自照顾我儿子呀 您哪 做饭去吧 你比我还上心呢 至于吗 别人洗我不放心啊 您瞅 就这一头三四遍 最后一沙水 干净的都能喝了 你呀 你喝你儿子这洗尿布的水吧 我跟你说 伯格 要不咱这样 咱晚上啊 使那整教裤 白天咱用这个 你也睡一整觉 是不是 妈 那哪成了 回头我睡一整觉了 这一小子 再把我儿子这屁股给咽了 哎 装慈复过你 你说你惹那麻烦事 天天现在我都不敢开门 干嘛呀这是 发的料哪儿料哪儿 你要干什么呀 你推摔了我 我呢 不是 怎么奶壶不开提奶壶 你提这事干嘛呀 我 您说 大梅现在把他溜弯呢 指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 啊 再说我儿子在屋里睡掉呢 回头听见再告诉他妈 哎呀 你说这日子天天过得这么紧张 谁受得了啊 哥 要不咱把这事啊 跟大梅就如实说了 反正早晚他也得知道 不能告诉大梅 大梅现在是我儿子梁仓 这哺乳期 一生计奶里就有毒 我要是告诉大梅了 不是就等于亲手给我儿子下毒呢吗 那你说 这蓝蓝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上门来 怎么办呢 现在大梅只要触及一散步 我这下的身上是一身一身的冷汗 万一他俩碰上怎么办 要我说呀 这事就跟大梅说了吧 那我总不能老关着他吧 呦